大家好,我们这个频道,我们这个节目,在习包子刚刚向全世界那个什么,放毒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天天就吆喝一件事情,吆喝中国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家里一定要保存,储存三种东西,一个是水,一个是 方便面,还有一个是干菜,是吧,干菜里面也包括拿肉什么,也算干菜啊,真的,你们可以翻我过去的三年多前的这个节目,天天忽悠,有的人呢,听进去了啊,家里真的是存了,后来果然西包子封城,上海这么个国际大都会一封封了三四个月,什么西安,什么郑州,什么天津,哎呦,全国各地吧, 一封就是几个月,有的地方一封就好几年,是不是,好多人其实都是被饿死的,在家里没有水喝,是不是,没有饭吃,当时我还说,如果是身体不大好的话,还要存点这个药物,结果后来发现有些人感冒了以后,念这个最普通的感冒药都买不到,要存药,是不是, 有些人听进去了啊,就熬过来了,有些人听不进去的,有的人就就就就就,跳楼了呀,饿死了呀,很多人都这样啊 所以呢,生活在中国啊,随时随地,你要做好准备,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习包子土共,他们做事情,他没有章法的,他想起一处是一处,他出台任何政策,你一定心里要有数 共产党出台任何政策,他都从来不考虑老百姓是否有活路 他不想自由社会,虽然我们天天也骂美国政府,骂日本韩国台湾政府,骂一样的骂 因为政府,他是妄恶之丸,这是一个真理,所谓真理呢,就是他具有普世性 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很混蛋的,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要盘剥老百姓的 所以对政府保持绝对的批评,这是一个放着四海而接准的这么一个尝试,是不是 但是再难再坏,西方社会的自由世界的政府,他做事情,他首先考虑的 他还是要考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需求,考虑老百姓的反对意见 否则你把事情玩大了,你政府就歇菜了,是不是 至少你这回玩大了以后,下一回老子就不选你了,是不是 虽然票这个东西也被作假,但是老是不选你,你脸上挂不住,是不是 那不像中国老百姓他手上没有任何的选票 真选票,假选票他都没有 有人说假选票有什么样,假选票也比这个什么,也比没选票好啊 你以为呢 所以说这个土工的政府,他做事情呢,他是从来不考虑老百姓的真实的感受的 他不考虑,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是不是 你死是活,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什么事情考虑的,首先对他们自己有利 然后是考虑对是不是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也是对他们自己有利,因为社会不稳定会危及他们的政权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任何时候你要记住 公产党做任何事情,他是不把老百姓的民族当粮食的 这个时候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考虑 为自己活下去,是不是 活下去,要随时做好准备,对吧 反而这个后来这个解禁以后啊,我就不怎么说这些话了啊,真的 但是这两天我也看到这个说这个浙江最牛逼的小城是义乌 义乌这个地方啊,也不知道是哪个音答错了,出台一个官方的文件 是吧,是中国义乌,这是义乌市委,义乌市政府发布的这么一个东西 说这个义乌发布倡议书,建议每个老百姓家里要保持十天以上的存粮 我们看一看啊,几个意思,我觉得是特别奇怪 民以失为天,失以粮为先,为尽进全社会应急能力,提高城市居民储粮的水平 构建政府的引导企业为主,家庭参与的社会化储粮方式 目前义乌市粮食安全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全社会发布这么一个倡议 希望大家每一个家庭里保持十天以上的存粮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家庭储粮有备无患,城乡居民按家庭日均口粮消耗量计算 应该保持十天以上,说各部门各单位食堂储粮应该不少于上年度15日日均消耗量的库存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我们一定要这个要停下来看 因为你面对这样的消息的话,很多中国人他脑子不就是晃荡 脑子里装的不知道是水还是大便,他不过脑子的 所以你只有这种消息放出来,而且是由他的官方政府放出来的 同时你要知道,共产党最恨这种话了,为什么? 因为你这不是煽动社会的恐慌情绪吗? 是不是?太阳每天早上照常升起,阳光雨露,是吧? 风和日逆的,习主席这么伟大,中国形势,经济形势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求大家储粮食呢?是不是? 你没有粮食你下楼去买吧,有什么关系?楼下超市到处都是粮食 你还要储存在家里干嘛呢?储存这么多干嘛呢?有病啊?是吧? 所以我说过,共产党做事情,他考虑的是社会稳定 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利益 但是这种话显然不是考虑的政府的利益 不是考虑社会稳定,而是煽动社会不稳定 如果老百姓缺乏判断力的话,他就会开始抢粮食 就像过去的抢盐,抢这个抢那个,是吧? 他一样的道理,为什么政府才搞这个事情呢? 所以这个话我们要停下来思考一下 背后一定有千秋,有春秋 背后一定有这个大,很多个不可告人的这个内幕 道理是什么是内幕呢?我也不知道 我这么告诉你,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事情出现在什么地方啊?出现在义屋 如果这个事情出现在我那个傻巴拉基的什么老家 我根本就不当回事,再说到我们老家的那些官员 他也不可能出台这样的文件,是吧? 不可能呼吁老百姓存粮食 那帮孙子都一个比一个更没出息 一个一个都是一个混蛋,是不是? 我希望他们死全家,死八代,知道吧? 垃圾,知道吧? 但是义屋这个地方我去过很多次,我是知道的 义屋这个地方有几个特点 义屋当地的官员,他一直都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 整个浙江都有点大,比其他地方要好 第二就是义屋它是全球的小商品的批发的中心 你一定要记住啊,它是全球小商品批发中心 义屋上一次在这个川普和这个拜登 选选总统的时候,有人就采访义屋的那些小商品批发中心的 那些个普通的做小生意的人 他们就说,哎呀,他们说你们义屋人 都是随时随地掌握全球的信息的呀 掌握全球的市场信息,掌握全球的动态的 因为全球做生意嘛 你认为美国的总统川普和拜登谁呢? 那当然是川普赢了,为什么呀? 因为美国这边找义屋人订那个竞选的口号 标语,帽子,旗帜,各种这个道具的 从来没有接到过拜登这个人的什么 啊,拜登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全都是川普的 99.99%全都是支持川普的道具 旗帜,帽子,这些个东西是不是 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不考虑美国的暗黑政治 不考虑美国的选举舞弊的话 如果把美国的民主选举当成一个很纯粹的一个游戏的话 那当然川普就当总统,毫无疑问了 所以后来慢慢有人就发现了 其实那一年川普的这个竞选 他的选票,他在整个全美的50个州全都是赢的 连加州和纽约他都是赢的 所以你就知道2020年 我告诉你啊,我其他的信息我都没有知道 我都不知道,我也是一看客 但是有几点我是知道的 首先第一 这个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拜登曲线 对吧 这是不符合数学的常规的 第二,习包子这个在那个时候向全世界放毒 然后呢,美国出现了一个选票形式叫游击选票 这个东西以前是没有过的 大量的游击选票 迟不来早不来在那个时候搞 第三,就是这个义务的小商贩的判断 川普肯定赢,因为所有的道具都是川普的 所以义务这个地方啊,我以前在北京开会的时候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讲的 他说这个义务,就是北京那些高层的官员呢 他们这些人也是跟我们这些搞这个学经济学的人一样的 有事没事的跑到义务那边,跑到浙江那边 去考察这个市场的最基础的信息 我们经常去义务 我在浙江一般就是去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义务,一个就是哪里呢 一个就是温州 去温州是考察什么呢 去温州是考察这个企业家的动态 你要看企业家,所以企业就是大的吧 是不是 你要去考察小商贩全球市场化的小商贩的信息 你去义务,就是这样的 所以温州的很多大老板我都很熟 义务的那个小商贩遍地都是 你在义务的那个批发市场 你待一个星期 你天天拿着一个表格 做一些数据的整理,做一点田野调查 绝对比你任何的所谓的数据都准确 所以当时他们北京的一些高层的官员 经常派他们的秘书啊 派他们的住所啊 或者委托我们这样的人去做调查 去义务 所以义务人的市场信息全球是最灵敏的 也是最真实的 是吧 所以他们就讲 他说当义务这边有官方政府 发布了这么一个倡议书 说城市城乡居民 应该保存10天以上的粮食 说机关单位至少要保存15天以上的粮食 这个话非同小可 我刚才说过啊 到底背后有什么信息我不知道 背后有什么吓人的故事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以我过去我对义务的市场的了解 以我在北京跟那帮官员的之间的交道 我就知道这个事儿非同小可 你如果不怕被饿死 你如果不担心自己没饭吃 你最好把这个话听进去 义务这边啊 我认为这是这两天我看到的最让我做地不安的新闻 而且是由土屋的官方的政府发布出来的 谢谢